翡翠天然色澤雕出白菜形狀 甚至包含清代的歷史 翠玉白菜是故宫人氣國寶物件 但隨著中國大動作軍演 讓台海緊張情勢高漲 如果戰爭來襲 故宫將近70萬件的文物保存問題 引發關注 以故宫為背景的假訊息 7號在網路上流傳開來 內容談到 故宫挑選了9萬件的金品 要送往美國和日本保存 對此官方出面澄清 我們在第一時間 馬上就一官網 跟國內的社群媒體 嚴正的聲明 結無此事 69萬件全部都是金品 而且每一件都是值得 我們國人來珍惜的 嚴正博斥假訊息之外 外界傳出7月底故宫配合立法院要求 有進行故宫文物 遇上戰爭時的演練 這個涉及到文物管理 跟庫房的一些機密問題 在這裡不變大呼 面對演練保密到家 但究竟文物怎麼保存 故宫博物院前院長強調 應該留在原地 究竟珍貴文物遇到戰爭時 要搬遷到哪 官方不便透露 但面對中國頻頻威脅台灣 文物保存也成為我國要審慎的問題 華視新聞林立婷送一張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